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猪 看大昆在这又扣着啥呢 给你看个有意思的事啊 行啊 刚才给我个小猪乐坏了 咋的啦 这个是怎么个事呢 介绍一下前因后果啊 就这个车就是中间这部分装修完之后嘛 这个盐大哥车主盐大哥的意思 让大昆也看看电路嘛 就是因为咱们干活比较细致 大哥相信咱们了 就是之前找的那个电工人都不用了 完了说把一些没有用的东西拆掉 咱简单介绍一下前因后果啊 你往后看 你往后站 这两天看来视频的朋友知道 这个车顶上有一个大行李架 对啊 还有移动卫星天下 刚才我跟小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 正在车顶上 其实强柴一点 强柴一点 一般车主往车顶上安装东西 打比方说安装行李架 安装东西 都是想方设法的怎么能不漏雨 对不对 就是用胶啊或者用什么不漏雨 这个车顶的安装方法 就是想方设法的怎么才能给它整漏 怎么的呢 到处都是骷髅眼了 那怎么办呀 都是拧着螺丝 已经没事 刚才已经用那个 就是咱们车内饰的那个塑料件 加上那个玻璃胶 结构胶 已经给它堵死了 小猪已经给它炸好了 但是然后后面这块 整个车 一共撒了车 后面这块还有一个空调 嗯 大坤之前也研究过这个东西啊 就是但是我不太知道这是啥 一般可能情况下 大家管的要创击 或者是文章空调 大概是那意思 应该是一头进缝一头出缝 应该是这样 我理也是这样啊 然后让小猪给咱演示一下吧 行 小猪你上去给产下电吧 刚才给我俩乐得乐够跳 咋的了 有那么搞笑吗 你稍等啊 行 小猪给你插开 来你进去上车里 他得上车里去呢 人都很好奇啊 这个空调就在这个天窗上边 啊 然后小猪现在正在开那 他没有内积吗 你等一下啊 嗯 这个这个这个天窗 也是得用手推着 小猪给推一下 这空调现在就工作了 工作之后那头进缝 这头出缝 这块出凉缝 啊 还没还没没闻吗 没没啊 给地球降温呢 啥意思啊 凉缝进不来 这空调在外边 是啊 我刚才进去了 为啥他不往里吹啊 我没理解 这个安装方法是啥样啊 一开始我不太知道 这机器怎么回事 我认为是可能是 外面进缝 然后车内有个管子 对啊 或者从哪块出缝口 然后进凉缝 是不是 但是经过我们一试 他是 给地球降温的 不是给咱们床车降温的 那能不能安到车内吗 不是 这个就是窗机 纹帐机 你比如说就快有个窗户 放在窗户那块 完了那个 从外面那个 循环这个冷空气 就这样 本身效果就不好 但是他这个安装方法 我没太理解 我不知道 那怎么能从这窗户进来呢 他进不来啊 你说我外面是 严严烈日的话 太阳晒着 这块温度老高了 这直接就给隔绝了 是啊 再说 你就算退一万步 你放在这可以 你整个风道 是不是甩个管下来 对啊 完了 那你还得开一天出发 那不 我真真没理解 也有可能是咱们不认识这个机器 是什么工作原理 但是就目前 我跟小周看了一下 它就是一头进风 一头出量空气 然后在咱们这整个 就是大厂房里啊 这台车以外的空间循环着 这边也出风 那边也出风 就是跟 不管从哪边出风 跟那台车没有关系 对 就是你不管开到哪 这个空调 就是给车以外的地方降温用的 朋友们 我们要是说错了 别笑我 感觉挺可乐的 小周现在说了 这空调两头都出风 这空调这不前后吗 这头出风 然后对面也出风 然后可能就是左右进风 是不是啊 前面进风 对 这侧进风 这侧进风 然后这侧和这侧出风 反正都是在外循环 这是真正的外循环了 对啊 纯外循环了 这个我得 那这个车它为什么要按这个呢 不太清楚 理解不了 可能是原车主这个 想想想想干嘛呢 不知道 他应该是想法是啥 应该是想进个管进来 然后开开天窗 把这个管从天窗进来 那天窗也是开着的呀 是啊 没明白 没明白 不懂他啥怎么回事 没清楚 大概就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我们继续要 把这个原车的限度 其实 严大哥这活干反了 应该先整电了 然后后做这些柜子 这样的话 我这有些东西还得再拆掉 这个椅子安装 其实挺麻烦的 椅子还得拆掉 要是那块变劲的话 我就得拆掉干活吧 哎嘛 没事 这椅子昨天安装老费 先查一查看看怎么回事 行 这个车有两个逆变器 然后有乱七八糟的线 有的线都已经胶皮老化 都露出来了 哎 有一个纽夫克斯的逆变器 在这底下 那个扁着放的那个是 线线已经全部老化了 很危险了 很危险啊 嗯 这些东西都用胶粘上来 没有用什么螺丝固定啊 对 你其实车内就这么大空间 嗯 之前我也说过这个事 这个车里弄了好多这个 就是无孔炒作 嗯 这侧有 这侧也有 完了前面还有 到处都是这个无孔炒作 没有必要 你就是随便拿个笔记本 放在车中间 转全的位置都能炒到了 对啊 其实就有一个 有两个就够了 很啰嗦 但是没事 咱们给它改造改造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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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